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今天选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 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名改为7名 但名单拖延了将近50分钟才公布 内部交战激烈 许多受访的大陆民众表示 这是利益交换结果 看不到改革契机 而在台湾方面 针对中共的未来对台政策 官方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第五代领导班子亮相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深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确定成为政治局常委 不过7人名单足足延后50分钟才公布 内部交战激烈 虽然张德江等三人被直接归为江泽民派系 但是胡锦涛这次裸退 拔除政法委书记 也被认为是要阻止江泽民干政 对于中共这场政治大戏 受访的大陆民众说 人看不到改革契机 从骨子里也是换汤不换药 你靠某个人 靠某一个独裁的党 或者一个党来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改革开放30年了 民众看见什么了 中国腐败就是没有监督 所谓的中纪委 那是狗屁 那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看不出来差别 因为这次十八大开完以后 这个调子定的好像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习个人有什么改变的想法的话 也会被整个团体裹挟 在台湾舆论方面 对于主政福建省长达17年的习近平 学者认为他具有对台政治收割的任务 不过台湾官方则是保守看待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有它的延续性也有一致性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 因为领导的换届 会立即发生重大的改变 也是习上来之后 以后不会有所谓的软的中软硬的更硬 而是会硬的更硬软中带硬 北京对台湾的经济浪力 国际外交浪力跟政治浪力 已经到达一个新的思考 就是北京开始思考 对台政策要有一个收割期 那么这个收割期 就是在习近平这边必须要做成 那他绝对不会再让台湾再等 学者认为 从美中关系激化 到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矛盾 中共面临内外紧张情势 习离体制备受挑战 势必会冲击两岸关系 新唐人雅兹电视 台湾台北众口报道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杨栋梁